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回南镇特别有名的河里鲁鸭店 据说这家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了 而且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每天可以卖一百多只鸭子 究竟它拥有什么样的秘诀 可以获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呢 我们马上就去一探究竟 走 老板你好 你好 这些就是今天的鸭子是吗 我听说你们店是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的老店了 这个做鸭子的工艺也是三十多年吗 三十多年了 你们店这个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啊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吗 主要是香料 有八个三百 有三十多种鸭香料 闻得真的是特别的香啊 这个感觉真的是和其他味道还真是不一样 那你到现在卤了是多久多长时间了 一锅鸭子煮三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了 现在已经在锅鸭子煮好了 所以我看你的已经在起锅了 那做完这一步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下一个步是泡鱼锅 就是先炉好了以后再 泡鱼锅 这就是到了炸的工序了 到了炸的工序 煮好了 冷却了 泡油锅 还要冷却一段时间 这个炸是炸多长时间呢 炸20多分钟 炸到什么程度啊 炸到金黄色 就是表面金黄 表面要金黄 色的要酥 卤制好的鸭子下油锅 炸20分钟左右 主要是控干其中的水分 使鸭肉的口感更加紧致 焦香 这也是卤鸭又香又脆的关键 炸过后 卤鸭身上如同披上了一件黄金钾 再发出入人的香味 像这种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呀 还得一半的程度 一半的程度啊 那还得炸十多分钟 还得十多分钟 有炸好的没有 炸好的 我可以品尝一下吗 可以可以 我这个人脸皮厚 哈哈哈哈 可以品尝 好 来吧 来 来看 这就 我 你品尝吧 好 我就直接上手了 来看看 嗯 是香嘛 香酥脆 是不是 是 特别这个表皮啊 又香又酥又脆 真的是老板没有骗我啊 和李卤鸭至今已经开了三十余年 也是乐制的名小吃 李老板是卤鸭的第三代手艺传人 这家小小的卤味店 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 不仅逢年过节食客众多 就算远在千里 也会拖店主邮寄 无不思念着这一份家乡的味道